你今天鼓励孩子了吗? 在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语言也是需要技巧的 今天郭博士跟你分享三个方法 让你鼓励孩子呢更加有效 而且呢能够培养出自信 但是不是自满的孩子 Hello 欢迎来到Time to Learn with Dr. Rosa 在我上一个影片呢 我就跟你分享了三个方法 来鼓励你的孩子 大家的回应也都非常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你另外三个方法 让你在鼓励孩子的时候更加有效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把订阅旁边的小叮当按下 让你不会错过我每周五的新影片 上一集呢 我们就说了在英文里面称赞 我们说Praise 那我会把上一集的影片呢 放在留言区里面 让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 你可以去看上一集的内容 那在上一集呢 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当我们在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到Praise里面的 Pra P呢就是要Positive 要正面 R呢是Real 要真实 第三呢就是A就是Affirmative 就是呢你要把你说看到孩子做了什么行动 让他最后能够成功的事情呢 你要把它描述出来 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你分享 在Praise里面的另外三个英文字母 让你能够在你鼓励孩子的时候呢更加有效 第一呢就是爱 爱呢就是Independence 那我们在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鼓励他 帮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孩子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家长们可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 孩子啊你最满意你自己的表现是哪一次呢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可能会想起来 啊对哦 这一次的英文成绩还做得蛮不错的 可能孩子只可以告诉你 这一次呢我在英文的测验中 我得到了80分 我还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家长们呢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一个引导 引导孩子呢独立的思想 他自己做了什么行动 让他可以得到这个成绩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跟孩子说 那你觉得你这一次做了什么不同的东西 用了什么不同的方法 让你可以在这一次得到80分呢 那其实呢你就是鼓励孩子正在反省自己 哎到底他用了什么行动 才帮助他得到这个结果 那另外一个方式 帮助孩子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性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想一下 他自己的行动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那比如说如果家长们你们家里呢 有两个孩子 本来应该是弟弟今天要洗碗的 但是呢姐姐呢可能就知道 嗯今天弟弟的功课蛮多的 所以要不今天我先帮弟弟先洗碗吧 然后呢让弟弟呢可以自己做功课 当姐姐在洗碗的时候呢 我就会鼓励姐姐 我就会问他 哎妈妈问你一下 你觉得你这一次帮了弟弟去洗碗之后呢 你觉得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鼓励孩子想一下自己的行为 对别人的影响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 而且呢也开始让孩子知道 自己呢是有能力来帮助到别人 而且呢这个时候也会帮助到孩子 对事情建立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 是在PRISE里面的第五个英文字母 就是S specific 那我发现很多亲爱的家长们呢 很多时候称赞孩子的时候 或者是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太短了 我听到很多家长不管在外国或者是在台湾啊 香港很容易就会说 孩子你做得好 孩子你棒 英文呢我们就会说 Good job 但家长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称赞太笼统了 就是呢这个称赞呢实在是太短了 亲爱的家长们我们要记住 如果你现在给孩子的称赞或者是鼓励 如果他是太笼统 就算连一个不认识你孩子个性的普通人都可以说的话 其实这个鼓励呢就不太有效 就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的 孩子你很棒 孩子Good job 这些呢谁都可以说 根本他们就不需要理解你孩子的个性都可以说的话呢 这些鼓励真的不太有用 那我们现在就说一下 什么是有用的称赞或者是鼓励吧 我们要specific 就是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 孩子们可能会为了他今天得到80分 他还觉得我有进步 我还蛮开心的 当我在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我不会只是说 孩子你得到了80分 我为你很高兴 我会继续说 我在这段时间呢 我发现呢 因为你为你自己的设定了目标 你很希望自己的英文能力呢有进步 哇女儿啊 我发现你做了很多准备功夫耶 我发现呢你上课呢你更加留心了 然后呢你在上课的时候呢你会 你会写笔记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呢你又会把这些笔记呢都整理好一遍 那你也会很乖的把所有的功课做好 那如果你在功课里面 老师如果说你做错了的话呢 你不明白的话呢 你也会很有内心的去跟老师沟通 去问老师 哎我这个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错呢 女儿我发现你是做了一大堆的事情 才让你能够今天得到80分的 妈妈真的为你感到很骄傲 你看不看到这两个东西的区别 第一个只是说 Good job 你很棒 就太general 我们会说是太笼统了 后面那个称赞呢更specific 更加指明呢 是什么行动让你的孩子今天得到这个成就 那你可以让孩子看到 对哦 人原来在努力之后呢 到最后呢都会得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好来到第三点了 第三点就来到praise这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意 意代表的就是effort 我们要看中的不是孩子今天得到了80分 我们要看中的是孩子花了多少努力 才走到今天能够拿到80分 所以在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称赞孩子自己所付出的努力 effort 比如说我可能会鼓励孩子就说 哇女儿 我看到你真的很努力耶 你已经在为了这个英文题目呢 你已经对着他做了半个小时 你都没有放弃 你真好 另外一个说法可以是 哇女儿我发现呢 当你在做这个英文题目的时候呢 你发现自己做错了 你会去理解一下 诶我下一次怎么能够做的更好 不要再犯同一个错误 妈妈觉得你真的很好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些鼓励的句子里面呢 我是特别看中了孩子所付出的努力 让他知道呢 自己比如说犯了错误呢 我们人是可以在错误中学习 让自己学习的更加好的 那现在我想要听一下你的意见 你平时是怎么鼓励孩子 让孩子不要轻易的放弃呢 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会亲自回复你的留言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